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全台灣兩大顆黑今天同台演出 來 台民黨的前途如何 文正 其實很清楚啦 台民黨大概就是雷聲大 雨點小 像今天就已經有台民黨他們的成員 跳出來在批評柯文哲了 這印證了這個真理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林肯也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他說你可以一時欺騙多數人 你也可以永久欺騙少數人 但是柯文哲你沒辦法永久欺騙多數人 林肯有提到柯文哲 我加進去 他的意思是說你沒辦法 永久欺騙多數人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看起來 又聽說郭台民 柯文哲 王金平 要這個有可能三股勢力會結合 這句話是不是有所本 我們來看一下 那柯文哲 王金平 郭台民 三股勢力結合 所向無敵耶 沒有啦 那個文哲 第一點這個訊息很可能就是柯 他自己長期以來 柯文哲一向就是裝神弄鬼 製造行情啦 所以那他這種策略 因為在五年來他一再得逞 所以他實隨之位之下 他經常假借什麼親科人士啦 科的親信幕僚放這些話 以前還放說 民進黨高層經常找他協商 什麼台北市長連任要禮讓他 噔噔噔噔噔噔 不依而阻 他一向就是喜歡這樣子 假鬼假怪啦 第二點當然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為選舉兩票嘛 選票跟鈔票 那郭台民有鈔票 柯文哲騙選票 所以也很可能一拍即合 但是啊這個情況我看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變化 郭台民就算要選 其實他看了三天前 成立那個政黨的大會的時候 他看了也會量了一半嘛 他看那樣子的場面 文正我不客氣講他創黨那天的場面 四個字啊 2266 哩哩哩哩哩哩 你看那個在場 三四十家平面跟那個電子媒體 大概八九十人將近百人之多 扣除媒體 然後再扣除市府的幕僚 各局處長 市府的各級官員 還有他們策動而來 台北勢力的聯合醫院的人員 如果那些都排除掉 真正去參加的民眾少之又少啊 蔡皮膚不是說一千多人 那一千多人 第一個現場也沒看到啊 第二個那資料 那他公佈看看嘛 那隨便 現在隨便啊 說要去連署個什麼案子 街頭隨便連署 隨便一個政黨 隨便哪一個事件 隨便連署都是幾萬人之多耶 所以他說有一千個人要入黨 那我們聽聽就好了 當然 他們當然自己會假造一些行情 可是事實上很清楚的 從上禮拜柯文哲放出要阻擋 尤其他用的黨民 又是嚴重 侮辱了蔣衛水先生 他假借要向蔣衛水致敬 其實是在消費蔣衛水 那這一點我們台灣主流民意 其實是反彈的 對你講到離地道的 我倒有點感觸 我是說真的 喜樂島聯盟成立前 因為很倉促啦 所以成立前 而且你知道現在主流媒體 沒有人會報導喜樂島聯盟 把它當成灰啦 所以宣傳也沒有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在網路上 臉書上面 PO了結果 當天真的是爆滿耶 很多人來 然後因為我們不好意思 就是說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那些人是不是國民黨派來 還是共產黨派來 所以我們請他到隔壁 隔壁的一個房間 爆掉你知道嗎 那個人真的很多啊 多到不行啊 我們小小的一個咖 還不成咖的喜樂島 柯文哲手上有多少資源 這弄個黨還弄得離地道的 我覺得他後事不看好 所以其實一個黨要成立 不能那麼瞎 人家一定要有中心思想 一定要有核心價值嘛 柯文哲毫無中心思想 毫無核心價值 而且他是一個 毫無人文素養的傢伙啦 你看到現在為止 我就是一個自形容科文者 就是瞎嘛 他的黨綱黨章啊 也是這樣拼拼湊湊而來的啊 所以對我們社會 大家不是傻瓜 現在民眾眼睛都很血亮 心中自有一把尺 而且來的 除了說看那個聲勢大不大以外 還要看士氣旺不旺盛嘛 你看喜樂島先前辦的 不管演講會或者成立 即便資源那麼匱乏 即便沒有主流媒體 去戰俠去宣傳 可是因為人心看得很清楚嘛 當心向往之的時候 那個氣勢自然就不一樣 那柯文哲那一天 表面上有幾百人 可是破竹那一些 你看他整體的氣勢 人氣啊不旺 那士氣更糟 所以其實像今天已經有人跳出來 他們自己黨的人開始在罵他啦 所以我真的我覺得 台灣民眾黨很簡單 他就是蜜月期已經提早結束啦 所以現在柯文哲這個台灣民眾黨 我覺得不但是笑話一個 而且應驗了三個字啦 縣勢爆 縣勢爆 好那現在台灣民眾黨如果 再跟郭台銘合啦 就回到我剛剛那個問題 恐怕會如虎天意喔 聽說所向無敵那怎麼辦 人家到來柯文哲不小心 當了一個副總統 你肯定要流亡了 文哲 那個郭台銘喔 當然他有他的組織 他的創業 他的那個經營能力啦 沒有錯 可是郭台銘他來參選 說時代話啦 我覺得對社會來講 我們台灣社會 民主 這麼民主 這麼多元 那如果 郭台銘參選到底 我們樂觀其成 不過 他到現在為止 還是沒有講出 他的一定 他的中心思想 他到底堅持的理念是什麼 簡單講 他就是一個鈔票黨嘛 一個鈔票主張 他一樣就是把國家觀念 台灣意思 他們一樣是擺一邊 就是探情就好啦 可是探情就好 這個在我們台灣社會 能被接受嗎 那台灣成功的企業家 不知反己 那也不是你郭台銘一個 即便你是首富 那台灣一向多元價值 你看我們百工百業 不分年齡層 我們從藝術音樂 到工藝到教育 到各方面我們營造建築工程 各方面的專家機械人才等等 高科技等等 我們百工百業 這麼多元價值的一個時代 台灣就是這樣子在可愛 台灣的多元價值 偉大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從來不是以金錢 以鈔票做大家共同的 唯一終極目標 不是嘛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郭台銘如果沒有再提出 他更清晰 他對國家的政策理念願景 台灣的國家定位 主權觀念這些部分 沒有再去加強的話 那他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 更有錢的柯文哲 那一樣是一個蝦字 當然我們還是祝福他 文哲你記不記得 三個禮拜前 那個郭台銘初選輸了以後 他其實有寫了一篇文字 我一向我都批郭台銘 之後那一篇我看了 結果我滿感動的 他那一篇他寫了 他說他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都會想到說 他能夠為台灣這一塊他熱愛的土地 還有我們這些這麼善良的人民們 他能夠多做些什麼 所以文哲我當下感動之瑜 其實我立刻公開我回答了郭台銘 我認為郭台銘有啦 你能夠為大家多做些什麼有 很簡單四個字 參選到底 而且其實你也不必靠柯文哲 我相信柯文哲那一天的場面 看在郭台銘 郭台銘是老狐狸耶 他經營企業他這麼老謀深算的 柯文哲你有的 郭台銘王金明都有嘛 還比你強 那說要靠你來騙選票也不必啦 柯文哲現在已經盤跌 而且柯文哲觸犯了我們台灣的主流名利 文哲你記不記得 一個月前啊 中共啊 國台辦公開讚賞柯文哲 柯文哲可以說我台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頭一位 頭一位被中共公開認證的最佳代言人 他也還蠻驕傲的啊 他說他是美國 日本 中國都能接受的人 他還蠻自豪的 所以我送他四個字 我送他四個字 我說柯文哲是中共今孫啊 中共今孫 而且他還多可惡耶 三個禮拜前他還公開說 他說什麼台灣國家意識 什麼台灣主權 在他柯文哲的眼裡 這些都是屁話 你看看這個傢伙可惡到極點啊 這個傢伙已經毫無人格可言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台灣這麼民主多元 藍綠即便政治這麼對立 大家政策看法不一樣 可是好歹大家是漢子嘛 大家公開出來論證 對戰得清楚 那我們第一個要先排除到 應該是柯文哲這種騙子 那現在這個騙子要主政黨 我那天就是說 柯文哲要主政黨 就是騙子生涯的終極目標嘛 他就是組成一個詐騙集團 毒騙騙不如眾騙騙 這句話獲得2019年最佳金句 謝謝謝謝 文哲那這一定是你加持的 你加持的 好啦 現在這個詐騙集團呢 在你眼中的詐騙集團 是越來越像真的 對不對 你會認為他就是 他一定會選對不對 他如果不選的話 他出來幹嘛呢 柯文哲 柯文哲 不是我們想的那樣 他其實他很驚的 我覺得他把他的通名財政 全部用到那些鬼鬼怪怪的 你看他每天鎖在市長室裡面 他說他早上7點多就去上班 是真的啦 但是他鎖在市長室裡面 他無心事政 他整天都在想如何用 首都市長的光環跟資源 來打造他參選總統大會的政治舞台 所以他鎖在市長室裡面 你看他都在研究民意調查 研究用什麼樣的策略 再來欺騙我們善良的台灣人民 或者去欺騙更多的年輕選民 他如何患癢他的網軍 一方面幫他擦鹽脂抹粉 幫他柯文哲造神 二方面當他的敬衛軍 來攻擊文鎮攻擊我 攻擊我們這些要監督批評他的人 他是這樣子嘛 那但是你看嘛 錢鱗技窮 但是他現在想到一步怎麼樣呢 因為他知道他的聲勢下滑了 他觸犯了我們台灣的主流民意 那他開始盤跌了 盤跌之後 文鎮參選總統 你民調如果一直都維持在第三 甚至四喀都的時候 西喀都他都在第四的時候 他知道他最後一定被棄保 所以剛好郭台銘要選啊 剛好個人可以藉由郭台銘參選總統 他找到一個下台階 他可以落跑嘛 第一點他可以講說 你看我要不違背選民所託 我做好做滿四年的任期 第二個我擁榮大度啊 我沒有基於國家大位 我是這麼的雲淡風輕 淡薄名利 所以我來幫助郭台銘選 那第三點 柯文哲這個人 他現在就是三個字 贏財神啊 就是他也不會平排無故去幫忙 他大概就是想要藉由財神的資源嘛 鈔票來壯大他自己 壯大他這個黨 好讓他這個黨 能夠在立委選舉啊 獲得一些席次 讓他繼續在我們台灣政壇 興風作浪 所以我在想 柯文哲大概就是打這種 如意算盤嘛 所以應該總統的這個大位 柯文哲大概看清楚 2020沒他份了 因為他一直都是第三或第四 他會被棄保 但是不如他把能量保存下來 那但是還有一個變化 可能就是說如果郭台銘啊 一陣天人交戰之後 因為郭台銘不管怎麼說 他的血抽出來 他就是深藍的嘛 那現在深藍已經用盡各種吃奶的力氣 那到處去 就一直去包圍他 要動之以情 要他不出來 所以如果郭台銘不出來 可能柯文哲在第三勢力 沒有任何人出來之下 柯文哲才可能說 不然我摸算看看 所以看起來呢 現在這個局勢還是很混沌的 不過有些知識藍 或者是所謂的中性選民 或者經濟藍這些人 其實郭台銘對他還沒講 是有點吸引力的 對 因為好歹郭台銘他經營事業 確實有成功 不容易啊 可以把一個跨國的這個企業 經營這麼成功 要具備很多能力啦 而且郭台銘雖然在我們國家定位 對 台灣情圖這一部分 沒有講得那麼清楚的政策論述 可是好歹他講什麼呢 文哲 他比我們這些獨派的還兇 他是講兩個中國 天啊 他的心目中的中華民國 他認定的中國 他一樣版圖 一樣是北起煞燕 難道爭母暗殺 或他也是西起帕明爾高原 他也是早晚要跟中共 好像看起來要對幹一場 對 所以看起來他是蠻彪悍的 所以雖然講這些 很多人也是認為說 可能場面化啦 但是他經營事業可能 還是有他的一套 而且啊 那個文振雄 很多那個政 那個經濟財經的分析師 在郭台銘 三四個月前宣布要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財經股票分析師 還做了一些預言 他們說你看這一個禮拜 郭台銘宣布以來 他說股票每天漲每天漲 他說少則漲兩三趴 多則漲四趴什麼 所以他們說你看 郭台銘要參選 我們國內股市一片榮景 那他說這樣會一路好下去 那我根據他們的分析 文振雄如果照他們的分析 對啦 那可能這樣到了明年1月11號 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股票 那就會達到8萬點 如果照他們的分析 那可能還有人 也多少會相信這樣 所以所謂的知識欄 經濟欄可能會被他們所動 還有基本上知識欄經濟欄 就是我先前在分析的 就是說國民黨有一股 他們先前的卡涵連線 就是這個三合一啦 就是政治權貴 他們拉了這些所謂的精英出來 那這些精英就是知識欄 經濟欄這一些 然後有財神做後盾提供資源 那這些人他們到現在啊 雖然財神初選落敗 可是這些人喔 表面上掩齊洗骨 但是既沒有繳械 更沒有交心啦 他們一直等待 財神是不是能夠再出來 再帶領他們 所以基本上他們這些人 一向就是把韓國瑜看作 這個草包嘛 把韓粉們當成說就是魯蛇 所以這一些我想是基本上的 這種認知的對峙 他們應該短時間不可能化解的 嗯哼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後他們每天都會把在群組當中的 有一些罵政府的 或者是相關的消息 整理回報到情治單位 最後會到了國安會秘書長的手上 那我要講的是說 他這麼做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會在裡面去製造寒蟬效應 他的手法就是藏在裡面去弄一些 歌頌蔡英文的啦 歌頌政府的 讓你看不下去 所以你出來嗆他 他就在釣魚 他在釣這些 嘗試著在群組裡面講真話 揭蔽的人 然後他們就把這些人鎖定 然後看到你稍稍有觸法的可能性 就會把你給移送法辦 千萬不要以為我是違言聳聽 聽好 下面這則新聞 好 這是自由時報的新聞 隨著總統大選日益趨近 調查局全力追查假消息干擾選情 一名歐姓民眾 後來我查了一下 他不是歐崇敬 涉嫌在特定的LINE群組當中 散播影射總統蔡英文 在民進黨總統初選提名時 以不公平手段介入初選的假消息 這個是假消息嗎 蔡英文用不公平的手段介入初選 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嗎 好 這個調查局把這個定義為假消息 我要是調查局的話 我要是蔡英文皮仔崩的 這叫做什麼 作弊被抓到 點點就好 結果竟然用調查局把這個人幹嘛呢 調查局資通安全處 就是你那些在群組裡面釣魚的那些人 幾個特色我再講一遍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第一個沒有臉的 沒有真實姓名的 然後呢 在群組當中常常會有一些保皇言論的 他的目的是要激你 把你的這個不滿給激出來 然後再把你調中 移送法辦 好 約談這個歐姓民眾倒案 你看多惡劣 他約談 這不是白色恐怖 這不是前置言論自由 什麼叫前置言論自由 更何況這歐姓民眾講的是 蔡英文在民進黨總統初選提名 是以不公平的手段介入初選 這個哪裡有錯 結果這個歐姓民眾被違反社會秩序 移送台南市警察局 來 我們提醒大家一下 蔡英文用了什麼不公平的手段 介入總統初選 第一個 原本規定3月18號登記 4月10號到14號民調 4月17號結果出爐 結果3月24號配合蔡英文出訪 初選延後一週到4月24號 結果4月10號終職會 再把初選延到了5月22號 5月29號終職會 再通過民調納入手機 又把民調再度延到6月10號到6月14號 當時我在政經看民視說過 蔡英文祭出所謂的天龍八步 就第一件事情先把政經看民視關掉 因為有一個國王心意裡面的小孩 不斷揭穿他的謊言 不斷告訴大家他在作弊 他果然把他關了 關了之後我就說他會製造假民調 然後一直調 調到什麼時候呢 調到這個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 蔡英文領先打敗所有人的時候 他才要決定什麼時候來民調 果然一一應驗啦 就後來6月10號到6月14號民調 民調的結果也沒公佈 樣本是怎麼來的 結果那1萬份是黨中央提供 給每一家民調公司的 包括洪永泰 包括尤英龍 包括我在內 我們都超過了20年的民意調查 跟研究方法統計的 台大的跟東吳的教學經驗 我們都說這個民調一定有問題 好啦就這一些不公平的手段介入 那這個歐先生講的東西什麼地方有錯呢 沒有 結果他被調查局約談 被韓宋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調查局除了韓宋之外還恐嚇喔 他說現在是非選舉期間啦 所以這是小事 等到選舉期間呢 按照選舉罷免法 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 這個呢罪行更重 請問 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 哪一個陣營的人不是在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 哪一個陣營的選民跟哪一個陣營的這個支持者 不是在意圖使自己的人當選 意圖使別人不當選 所以這是一個荒唐的法律 結果 再往下看 這個歐姓的民眾 就果然呢 被調查局給約談了 結果這個歐姓的民眾 在我們有一些相關的群組當中呢 深淵啦 他希望大家替他來討回公道 所以他要深淵 他敢要去看報道 好 結果呢 他這個獨家我們拿到了 他說 我要在此聲明幾件事 在聲明之前 他說 今天新聞突然出了一個 稱蔡英文介入總統初選 難被逮 內容是7月2號 他說這個發生的 抓到這個7月2號 他說我被調查局嘉義市調查站 以證人身份去說明的事件 剛好就是這個事 他說報導中很技巧性的 說台南市歐先生是這個案子的兇手 而且各家報導不一 有的報導說歐先生被抓了 被裁罰了 他說當然 台南市的歐先生不只我一位 我不能對號入座 不過我要在此聲明幾件事 這個歐先生呢 在群組裡面 是我好幾個群組裡面的群友 他說請調查人員仔細看筆錄 我從來沒承認我就是貼文章的人 所以怎麼可以硬拗成 就是製造文章的兇手呢 這不是才是假筆錄嗎 第二個 關於蔡振營有人在收集手機號碼 這不是假消息啊 他說而且當時是一個大新聞 因為洪耀福在多次公開澄清 收集手機門號的事情 來 這個事情在那陣子 在五六月間 曾經是一個大新聞 因為有人逮到說 民進黨是不是在收集一些挺鷹的門號 那時候不是還有出現在某些社團當中呢 要他們提供挺鷹的人的名單嗎 結果後來被媒體逼入之後 欸 洪耀福在有一次的這個講話當中 也出現了類似的言論 不是嗎 來 我們來聽聽看這一段 我是手機跟價錢都有 好 那我就掃了許郭勇 我掃了延次發 我掃上學生或者輸入輸入輸入 輸入輸入輸入三十個人 這時候就是我 我你掃了 洪耀福掃三十個人 我你掃了誰來教練 那你加入這個人 你要跟他講 你要去拜託他自己的小營 你不是掃了我掃了我掃了 正常的同學都掃了我掃了 你要去拜託他 譬如我 我的家人說 沒有沒有 我這次很重要 我一定要教你 小營看 好 你現在要講 我現在要講 你加入之後 24小時之後 24小時之後 我們會發一通簡訊給許郭勇 發簡訊給他 說 這個 因為我們要我們的推薦 我們邀請你加入 那個小營後援會 要向一起努力 什麼事這樣 但如果你要退出的話 你就也解決退出 因為你要的時間就要退出 那很多人就習慣 不然你再給我電話 對不對 就奇怪了 所以我已經說 不要我推薦你 加入者 我跟他講 我沒有換朋友 好 你跟他記得跟他推薦 如果他沒有 他覺得奇怪 你怎麼 你怎麼照我手機 然後你怎麼電話呢 他可能就要按退出了 那我就跟我報告 我就知道 沒有 結果二十個月跟我退出 哇 台南市人是歐北超 那樣 名冊是歐北超 那我可以跟你講 你跟我說 你這歐北超 你敢動的 好 他說 結果 台南市警察局 真的有寄給我裁罰通知書 他說 那麼 蔡英文要抓我當忌品 是不言可喻了 因此 我以一個 基層的市警小民 為尋求自救 接下來一連串的記者會 聲訴抗議揭發 活動內容絕對精彩可期 請大家繼續看下去了 我要講的是 請大家 如果還珍惜 台灣的民主跟言論自由 一定要聲援這位台南的歐先生 我說 台灣的調查局 跟蔡英文 蔡振英 你們荒唐到了極點 這種事情呢 在台灣會深入群組 去刺探別人私下的群組的談話 目前為止 全世界只有兩個政黨 做到了 一個叫中國共產黨 一個叫做民主進步黨 而且 他所說的這話 也不是顛覆國家 也不是這個 這個通敵通匪 他只是在講一個 你民進黨曾經做過的事 我想今天我們去路旁邊街訪也好 去做民調 不是民調 會認為蔡英文沒有介入 民進黨的總統初選的 我看不到10%吧 會認為民進黨的這個總統初選 是公平的 我看也不到10%吧 會認為賴清德 不是被蔡英文給做掉的 我看也不到10%吧 所以 在這個line裡面去說這件事情 有什麼犯罪呢 好 我再說 包括他講的詳細一點 什麼分什麼300個人 一個群組 30個人一個群組的號碼 也許30個300個人 這個數字不是很精確 但是聽聽洪阿福講的 他不是說他們也在收集 所謂支持者的電話嗎 那 這個地方 有什麼地方錯呢 結果這個O信的台南市民 就這樣硬生生的 被調查局抓去做筆錄 就經過了一陣子白色恐怖 還收到裁罰 所以你們說 像這樣的執政的單位跟團體 不是白色恐怖的復辟嗎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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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文正好 刚才你强调了美国现在态度是强硬嘛 你看这个中国把这个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这个利率下降 人为的整个操纵了货币 美国马上做出了反应 把这个中国定性为货币操纵国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了 一个定性了 然后随后美国就可能采取措施啊 因为你要定了一个货币操纵国 美国相应的就会有这个措施行动 那代表着美国中美贸易战 现在从这个贸易战打到货币战了 这个前景文正 我还是比较乐观 认为美国会获得胜利 因为什么 就是人民币和美元 观众朋友们 你们任何掌握一点国际经济知识的 谁是强势货币 当然美元了 现在全世界有几国家完全认同人民币的 还是美元吗 美元是个强势的地位啊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经济强势的地位 美国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啊 所以美元才占有强势的这个地位 美国现在整个政治上 军事上 经济上 在全球都占有优势的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经济 包括这场总统大选 都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了 大家说美元强势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原来这个世界基本是黄金为主啊 金这个金本位嘛 但是后来二战以后 逐渐的是美元为本位了 其实走向是黄金转向美元 为什么 美国经济强大嘛 美国经济曾经占全球的话 达到1%以上啊 现在美国人口只占全球 70亿人口的4%多一点 但美国这一个国家的GDP 博民生产总值就占了全世界 24%以上接近四分之一吧 你说多强大吧 那中国多少啊 中国14亿人口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这个4倍以上 可是中国的这个生产总值的话 才是这个12兆 美国达到了历史以来 第一次有一个国家达到20兆 那你是多大的区别啊 而中国人均收入不到1万美元啊 美国超过5万美元以上 所以这个美国经济相当强劲了 导致美元的地位 无法受到人民币的挑战 挑战不了的嘛 而且美国现在又赶上一个好时候文证 我在这个节目上几时强调了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 过去半个世纪50年最低点 那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上个月的 美国这个失业率3.7啊稳定啊 还低4%啊相当低了 另外美国经济看好啊 包括我看最新报道 美国一个黑人 亿万富翁的黑人 大富豪黑人 他历来是民主党左派的金主 最近的发表讲话 表示今后不再给左派民主党捐款 不再支持目前台面上的 二十几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 他全都不支持 全都不看好 他支持谁 他主持共和党的总统 川普总统连任 你看这是黑人的 在美国屈指可守的亿万富翁 这个转变 代表很多美国黑人呢 向来支持左派民主党呢 现在改变了 要支持川普连任 为什么 经济好吗 金钱千家万户 保护国民党民进党 时代力量 喜德岛联盟一边一国等等 都要看哪个党能把台湾的经济 带向一个繁荣稳定吗 所以包括美国一个团阵啊 就是看一个国家老百姓 对经济有没有信心 看股市啊 股市就是个标志啊 中国的股市我强调了 你看看深圳上海 两个股份的股市指数啊 都是现在在 是2016年1月份 三年多前那个水平徘徊 三年多来 中国股市没有大的生长啊 而美国人呢 美国的股市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大幅的增长啊 而这个星期有调整 那是调整嘛 生长太高了嘛 但是还会反弹回来 所以美国的股市标志着 美国人民对美国的前景 美国的经济有信心 对共和党的总统 川普领导经济有信心呢 那现在中国就 为什么敢跟美国打贸易战 不让步 习近平 这个被称为是像那个北韩 金正恩小胖一样的 金二胖一样的 金十大胖 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 认为这个川普总统不能连任 而且不仅是认为不能连任 还在美国农业州 对川普连任具有重要影响的 农业州做广告 攻击川普总统 阻止美国的农产品救中国 你这个或你要反美的话 美国人民不高兴 川普总统不高兴 你对川普总统个人攻击 想阻止他连任 你想川普总统 能咽下这口气吗 能接受吗 非常的愤怒吗 这也是川普总统决心 要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贸易战打败他 我要连任 告诉北京 你期待我下台 根本是黄粱一梦 是做梦的了 达不到的 根据目前的政治情况 川普 这个我看到的情况 就是目前川普总统连任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你不要看台湾统派媒体 不要看台湾的其他的老实报道 左派调子那些媒体那些报道 也不要看什么Google 什么那些个 这个美国时报 新年啊 什么那些个 华盛顿优报 那些左派的报道 要看那个 你会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就像当年川普总统 跟那个民主党的总统 候选人希拉丽 竞选的时候 当时最早的民调文证 居然说 希拉丽 民调支持率 九十亿 九十亿 超过九成 全是少见 然后川普呢 只有8% 才是个位数 结果怎么样 川普打败了希拉丽啊 说你说美国的左派的民调 多么不准确吗 他把七代 当成了民调 当成了民意 错了嘛 所以目前的情况 是个情况 我觉得对这个川普总统 连任相当好的 民众 全国民众 不分老少 逐一的 支持川普的 认为他经济做得好的 53% 认为民主党 能够做好经济的 很少嘛 现在民主党 23名才选人 一大堆 人很多 没有一个真正有实力 他们电视辩论 好几次了 文证 我都从电视上收看了 根本不是川普总统的对手 为什么 就是左倾嘛 你像在美国 在英国 谁能左派的能连任 那美国的民主党连任是克林顿总统 做得好 什么叫好 比较走向中间路线 也就是比较靠近 共和党的小政府 自由市场经济 减碎这个路线 欢迎得到选票 再一个英国 英国也是左翼政党 这个工党的总理连任 克莱尔 也是中间路线嘛 是跟克林顿相同的这么一个方式 他们才会连任嘛 但欧巴马也连任了 但欧巴马完全施政失败呀 为什么 左倾嘛 现在民主党的这么二十多名候选人 都在比赛 左倾就是最后比赛 谁失败的更惨嘛 给了川普总统连任的机会 所以中国北京政权寄托川普不能连任 下台完全是错误判断 而且寄托美国经济会衰退呀 变成什么第三世纪 但是美梦根本不现实 更不可能的嘛 所以现在中美贸易战货币战 这个美国把中国列为了货币操纵国 美国随后会有很多手段 对付北京啊 对付这红色中国啊 而且美国马上就宣布 在你中国这个人民币降低这个比利率之后 美国几个小时之后就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货币操纵国 说明什么美国早就做了准备了 你要来这一手 我就货币操纵国 定给你定性之后 美国有很多措施来采取惩罚北京的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台湾 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有个新的任命啊 把原来下信任那个国防部长冯世宽 任命为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了 冯世宽当年就说过 在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发生冲突 台湾他领导的国防部台湾要保持中立 这什么话呀 中国代表什么代表专制啊 代表奴役啊 美国代表什么代表民主代表自由啊 你在民主和自由之间 你在这个这个自由和这个奴役之间 你选择中立 你不等于站在邪恶那一边吗 这叫冯世宽呢 所以这个头脑完全不清楚 今天台湾的这个各方面政党就必须做出选择的问题 不是你可不可以选择 你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个中国和美国 在这个民主和这个专制之间 在自由和奴役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还有一个 比这个价值还有很重要的很现实的 美国是台保护台湾呢 台湾的最大保护国是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保护台湾呢 没有美国保护台湾 台湾变成中南海了 变成那个中南 那个这个中南海的一部分了 变成海南岛了 变成天津变成北京了 变成黑龙江了 台湾呢 这个问题吗 所以你必须 不仅民主的价值 最大的保护国站在一起 所以今天台湾 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 还是这个柯文哲的什么民众党啊 还是郭台铭要参选啊 还是一边一国党 还是喜利党联盟党 任何党的总统参选人 必须表态 必须做出选择 在红色中国 共产中国 和民主美国 台湾最大保护人的 美利坚合众国之间 必须做出个选择 不可以含糊的 冯世宽那样的 这个这个中立的 做出选择 什么选择 要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站在自由这一边 站在民主这一边 站在台湾的最大的保护国 的美国这一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政党参选人 必须做一个选择 对人民做一个交代 这也是台湾的两千三百万选民 选择总统的时候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父亲节 祝所有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父亲的背影 对我的影响 我的阿公是在行众 行伯 中咖妹 是在深山里面种橘子 那么家里面非常非常穷 那我父亲有十四个兄弟姐妹 那阿公因为养不起这十四个兄弟姐妹 就在我爸爸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有一次我爸爸回 每次回忆到这个时候 我就看他很落寞 他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的阿公有一天 跟我的阿婆就跟他讲说 要带他出去远足 要到外面去住几天 然后帮他把衣服的都整理好 整理好以后 那天他就离开了家 离开了阿尼都新宝 新宝的一个家 那么 那么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我父亲说到他长大了 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了 因为他才知道说 原来因为阿公养不起他 所以就把他送到了 那个时候在新竹 有一个大的家族叫范家 去当等于是长公 也是亲戚帮忙养 但是当然去那要做事 他说他刚到了这个家的时候 他每天哭着要回家 哭着找妈找爸 他说他有好长一段时间 半夜会梦游 就是半夜睡到一半会爬起来 爬起来一直说要回家 那么一直到了他的哭声 慢慢的也没有人理他 然后慢慢他任命了 他知道他被卖出来了 所以他就很任命的在家里面 在人家家里面一方面是有亲戚照顾他 一方面也是在帮庸 那他念到小学四年级就没有在念了 因为就没有钱 所以他在这个帮庸的家里面呢 他也很努力地工作 那因为这个照顾他的亲戚是当地的一个旺族 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所以我爸爸说他很严格 每次到吃完晚饭之后就坐一个大桌子 然后他的儿子亲戚都坐在一起 亲戚的小孩差不多年龄的 然后他就叫大家读书 然后只要有人不乖 他就稍微咳嗽一下 他说马上大家都乖乖地念书 然后他每天会抽一点时间来 教大家一些东西 后来呢我这个远房的亲戚就发现说 那个打扫的小孩 在那个没有在教室里面 就他在旁边打扫 可是好像耳朵一直在听 好像很想进来学东西的样子 就有一天就跟我爸讲说 好了好了你进来 大家一起来这个上课 后来发现说 这个在教室外的小孩 比在教室内的小孩更认真 就很努力地教了 我爸爸一些这个课堂上的东西 后来呢我父亲一个人从新竹 到了台北他去检定 就当了小学老师 因为那个是我父亲 今年还在的话是94岁 那么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呢他们是可以靠检定 去当小学老师 所以他在新竹的时光国小 在新竹的很多地方教过 那么后来到了台北的东门国小 其实他教了蛮多有名的学生 因为我爸爸在那个年代是 小学到初中是要考试的 那是要升学的 那因为家里很穷 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家有六个小孩 我是老妖 前面五个都姐姐 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父亲的一份小学老师的薪水是不够的 于是在台北 所以他要日以继业的在外面补习 教这些要考初中的学生 所以我记得我父亲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很瘦 因为他胃病 一直每次在最吃饭的时间 他总是要上课 我就看他忙碌奔波喂了三餐 不过他教出很多有名的学生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 司法院的秘书长范光群是他的学生 外交部长吴钊燮是他的学生 省立桃园医院的院长中原强是他的学生 还有那个澳美的董事长白崇亮是他的学生 还有台大的知名同学的教授叶仲基 很多人都是他教过的学生 那我父亲就这样子克勤克俭的 把这个家给建立起来 我从我父亲的身上 看到一个非常罕见的特质 就我父亲一生 他的背影我看得到的 我听到的 他没有任何的值得被批评的习惯或者缺点 他不抽烟不喝酒 一生勤苦节俭 从三十几岁到七十几岁身材没有变过 所以他的西装穿了四十年 裤子上都是补丁 我最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儿子 我后来想一想我这辈子好像没有买礼物给我爸过 因为我每次问他说要什么 他都跟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 每次问他说 父亲就到了生日礼物什么 他从来不过 他不过生日 从来不要 后来有了孙子以后 我们去拜年给父母亲红包 我妈就会收起来 然后说谢谢 我父亲是从来 从来就把这个收起来的红包再加码 然后再给孙子 他什么都不要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味蕾的人 因为他从来没告诉我们他喜欢吃什么 从来没有要去吃馆子 他吃的东西呢 加一点点的盐 也不煎也不炒 他就是水煮 就这样子很平淡很平淡的过了一生 我到我父亲过世到了天堂 我都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他就是这样一个克勤克俭的人 可是对我呢 他是无比的大方 我们家原本是很穷嘛 对不对 他竟然把我 本来我是在东盟国小 是我在我爸爸的学校 但后来呢 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我爸说我就是 因为在小学就 一直都第一名没有对手 然后就很臭屁 他觉得这孩子呢 要去教训教训 所以他就把我送去那时候 台湾最贵族的学校 叫做私立复兴小学 那我记得那时候 五年级生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是要考叉班考的 两千个学生都是要拿 班上的第一名的成绩单 才能报名的 录取二十个 我就转进了私立复兴小学 那我的同学很多啊 我的学长学姐 你听了你会昏倒啊 什么谢起大啦 李庆安啊 这也都是我们的学长学姐 这是一个深难到快要爆掉的学校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同学有 有有蒋家的 蒋家的蒋有梅啊 是我同届的 然后郝伯春的女儿 还有那时候台湾的一些 一些士绅啊 蔡佳德啊什么 通通都是我同学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最困扰的事情是 同学呢会彼此下课到别人家去玩 那我偶尔可以到同学家玩 但是同学要到我家来玩 我说什么也不肯 我编了各种各样的谎言 我妈不在家啦 我忘了带钥匙啦 我家在油漆啦 反正我就是不敢让同学到我家来 因为我家太破烂了 跟我的同学是完全不能比 那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把他这一生当中最好的 最精华的东西都给了我 影响我后来去念博士 是因为我考进台诗当主播 家里面没有任何的背景 一封推荐信都写不出来 但是我后来录取了 我在台诗做了一两年 那时候收入非常的好 待遇非常的好 可是我爸爸每天都告诉我 说叫我去念博士 我就问他说 那念博士要干什么 他客家话非常认真地告诉我 他客家话非常认真地告诉我 你当博士庄来 那是隔壮茶嘛 我还要当房子 意思就是说 你念完博士回来 你去开计程车 我都非常高兴 而且以你为荣 他就是这样的价值观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 我让我的父亲很失望 因为我高中大学 一直在玩弄社团 所以功课就是一直很勉强 那从小学的时候很厉害 到后来就是 功课就一直在在乘在乎之间 我父亲也很失望 近乎绝望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后来我想说 好吧搬这样子 我这一生当中做一件事情 让我父亲高兴吧 就去念个博士 我念完博士 压根没想到要教书 其实那时候我想东想西 想赚钱 因为我看我父亲从小为了钱 为了跟我母亲常吵架 为了钱 家里面没有钱 每天都在为了钱烦恼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 就说我要赚钱 所以我念完博士 只想说 好吧我念完个博士 把我的毕业证书 交给我爸爸 把事情交代了吧 我想说那我得去赚钱 所以我在美国念完博士的时候 我干了两件很好玩的事情 是我去代理 我想把 那时候那时候是1995年 我想去代理几个品牌进台湾 那时候台湾都没有 于是我看中了两样东西 我的眼光准吧 我那时候看中了两样东西 一个叫做Torizarus 玩具反斗城 另外一个叫Victoria's Secret 一个是骗小孩的 一个是骗女人的 两个最好骗的产品 结果我还很认真的去写 Business Plan Franchise Plan 然后去跟美国人交涉 看要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我父亲一通电话 再三催促 我说 转了呀 转了做高书 回来吧 回来当教授吧 我是百般的不愿意 我真的不是那爱念书 那又叫我去念书 那我又知道当教授很穷 我百般的不愿意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 唉 就让我爸高兴一次吧 我想我就 试试看吧 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我完全没有背景 然后我念的科系 跟我的小 我的大学的两个主修 跟我的硕士主修 跟我的博士主修 都不一样 我就硬着头皮 就寄了一张履历表 到台大新闻所 然后回来释交 没想到 没过几天 就被告诉我说 我录取了 我突然想糟糕怎么办 那我正在挣扎 我也还没接受 我就告诉我爸 说我录取了 可是我还在犹豫 我想做点别的 我爸爸高兴的那个眼神 跟那个表情 我到现在都快记得 我还没有接受 台大新闻所的聘书 我爸就已经把我的 台大新闻所教授的名片 给印好了 然后呢 到处发给亲戚 我看他这么高兴 我真的不忍心 我就硬着头皮坐下来 坐下来以后呢 其实我蛮不适应 学术界的那种 那种很虚伪的 很造假的风气 跟那种很霸凌的 很黑箱的那种 很没有效率的那样的环境 所以我每年都告诉自己 说今年一定是我最后一年 可是没有想到 人生计划不如变化 变化不如电化 我就这样子 年年难过 年年过 就过了20年 那后来的故事 大家当然知道了 我后来为什么从台大教授 突然变成一个综艺咖 这中间是转折 真的不是我人生的计划 我父亲对我一生最大的影响是 我看着他的背影 坚毅不搖 他很穷 但是他很有志气 而且他滤脊非常的严 我从小站在他的旁边 他呢连吃一个橘子的橘子丝 他都会拿一个卫生纸包起来 放在口袋里面 带回家丢到垃圾桶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会听他很多学生说 我爸爸就是非常严 一丝不苟 那那个年代老师都会打学生 他说我爸非常严 但教出来的学生非常有纪律 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对待 我们几个孩子 对我们非常严 座有座向 站有站向 每一件事情他都归零的 跟折豆腐 那种把棉被折成豆腐 那样子的教育方式 那我父亲一辈子的辛苦 但我有时候觉得 我没有回馈他任何的事情 那我从小 父亲带着我 到很多的党外的 那个演讲场合 然后他总是在那边看 边感伤 然后带着我去参与很多很多 这种民主的活动 当然那时候我年纪也慢慢大了 但他私底下都很好玩 都告诉我说 你千万不要搞政治 可是我心里在想 你那么喜欢带我去政治的场合 然后回到家里又告诉我 你千万不要搞政治 也不是很矛盾吧 好 那我的父亲呢 在85岁的时候 上帝把他接走了 我跟我父亲这一生当中 最大的冲突是什么呢 是我在将近40岁的时候 他70岁的时候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没有什么 可是因为我父亲是客家人 哈嘎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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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祭祖 对祖先的祭祖 祖先的牌位 台湾的传统信仰 烧纸钱拿香拜拜 这件事情是 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神圣的 基于我的信仰 我就开始 就是不参加家族的祭祖活动 有很多人骂我 说哎呀你不会装一下吗 你不会拿着香啊 然后就说主耶稣啊 抱歉 因为我爸的关系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呢我就拿个香吧 啊 求主保守我们 我说没有 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我忠于我的信仰 我是什么 我就表现什么 所以呢 刚开始还会跟着我父亲 下去这个清明节去扫墓 然后等到他们要这个家族聚在一起 要烧纸钱的时候我就溜了 后来我根本去都不去了 那我父亲就很生气 我跟我父亲曾经有过一些对话 那时候其实我也三四十岁了 我父亲七十几岁了 我跟他讲说 呃我们的祖先现在应该在天上 那如果他在天上的话 他看着我们在那里烧金纸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造成这个 坟地或森林的大火 然后污染的整个空气弥漫 他应该不会开心吧 我想我们的祖先 最开心看到我们的事情就是 知道我们在纪念他 那么形势应该不这么重要吧 就我爸就很不高兴 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的 信仰上的冲突越来越大 就他有一天真的受不了 他跟我的姐姐很严肃地说 我要跟我这个儿子脱离父子关系 你狗毛子 客家话 他的意思是说 这太过分了 这孩子呢 呃就不要祖先了 那真的很严肃地跟我的姐姐们说 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 就让我想起蔡启方不是也曾经 为了这个 台湾正名制限 中华民国这个假帽子 要跟这个蔡逸余脱离父子关系嘛 后来蔡逸余笑笑地跟我讲说 哎呀我们爸不懂啦 法律上的父子关系是不能脱离的啦 好 那我爸这个企划呢 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 后来当然不会 因为他非常的爱我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任何事情回馈我父亲 也没有做对任何事情让我父亲高兴 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 这是我对我父亲最大的回馈 就是我父亲从反对我信主 基督教 到后来呢 呃因为我家里面有持续四五年的时间 开放的小组 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带着访客来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有时候很奇奇怪怪的 然后来这边 呃来这边这个诈骗集团的 也来过我家 好然后那个 呃来路不明 奇奇怪怪来推销东西的 反正都来过我家 好我们家开放小组 呃那我爸呢 到晚年的时候 我连哄带骗 然后骗到我家来 他还不愿意 死都不愿意 他就是不要跟孩子住 他不想麻烦孩子 他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你不用管我 你把你的家庭顾好 就是对我的孝顺 他跟我常讲一句话 他说你不用来看我 我想你的时候 我会去看孙子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处处为着子女着相 宁可牺牲自己 燃烧自己的人 那么后来呢 他就对我的信仰很不满意 可是 呃每次我 每个礼拜三 在家里面的小组聚会 他总是会在 最角落的房间 开一个小小的门缝 然后 就在看我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结果有一天 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 这个要讲起来很长 我就跳过了 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之下 他对我的信仰完全不能接受 到破口大骂 到有一天 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 直到 有一天他决定他要受洗了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观察你们这些人观察很久了 他观察了五年了 因为他在门缝里 跟我们一起参与了五年的小组聚会 他说 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结果他还问我了一句话 他说可是我这么老了 我还来得及吗 最后在他84岁的时候 他受洗了 我从第一代的基督徒 变成了第二代的基督徒 这件事情是我回想在我这一生当中 对我父亲我是充满了遗憾 有一种树欲敬而疯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对我父亲所做的 唯一的一件 也许是一件最重要的 一个报恩跟回馈 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我的心情故事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 我爱他 在这边父亲节 祝各位父亲节快乐 也感谢我们天上的天父 跟我在天堂的父亲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